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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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可把我给吓毁了 扭了 擦个心就扭了 你咋其实做那么大个带子呢 迎着他倒酒上去了 这要是撇下来 打架呀 得讲着个气势 你琢磨琢磨 他要是想弄死你 你就跪在那儿叫爷爷来 他也弄死我 他也不想让你死 你咋得都没事 应该叫个啥叫 安建东 去来一下 干什么 去来一下吧 好 多好事 切实 好 好 我 请你座位 队长让你坐 等什么呀 队长让你坐啊 快坐吧 今天 为什么日本的船 在中国的船上 我听不懂 队长说 想听立长 为什么会输给你 东阳马不可能跑不过 中国马的 水土不服 你能不能长得 具体一点好不好 这东阳马呀 是好 但是那只是在东亚 这是中国 打个比方吧 你像我们中国 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 这北方人呢大部分 比这南方人那哥大 按理说这干活 应该比南方人有劲 干得多才对 但是他一旦到了南方 不适应 先说白天呀 这空气湿度大 这浑身全是黏黏的老出汗 所以这人一出汗 这身子就发虚 是 到了晚上也是 屋子里潮 睡觉 睡不好 难以呢 我还没翻译呢 中国的马鞋 是 好 继续 没礼貌 说到哪儿了 睡觉 他睡觉啊 他休息不好 所以你就没精神 再说这吃 这北方人呢 习惯了吃面食 到了南方只能吃米 所以他吃得也不习惯 他饿得慌 所以说你看吃不好 虚加上睡不好 他干活哪儿有劲啊 这马呢大概也是这样 首先 他在东洋吃的草 喝的水 到中国全变了 他也不习惯 所以他跑不快 就像这个 农民 他一没劲 他就跟不了地 这刀科要是没劲 这出刀就慢 所以这马要是没劲 他就肯定跑不快 飞 来 蘇智秤法 他要看得懂桌国 他就能认得中国字 他认得中国字 他就能听得懂中国话 他要能听得懂中国话 那白天当着人 他还装模作样带一个繁衣 这家伙太赢下了吧 他还能找个机会去试试他 但是 中国的门客是挺有趣的 他 是否能支持中国人 否则是否暗示了 那 他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他也有意思 将来 这些人 要认为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想法 更深入 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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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们的想法 似乎不見得悲似的 客人是 比普通的人 比普通的人 可以触到很多 物音 为什么我 知道我 有些人 他在三岁 他在五岁 他在五岁 不认识 那你怎么不认识呢 这是本啥书 索泽兵法呀 是纯秋蛇孙武 写的一本兵书 专门叫人打仗 叫打仗 他打仗 都要看咱祖宗的书 那书名这书肯定特别厉害 你想办法给我弄一半 还有 顺便告诉咱那帮兄弟 都踏踏实实地耐心厚着 厚着 厚多长时间 也许一阵 要么到死 反正这回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绝不出道 那咋接扯 这个时间耽误不起呀 你看这个飞机每天 飞出去飞回来 那飞机上去还带着炸弹 万一把炸弹扔到中国人头上 不得又死多少人来 咱要是冒冒失失就出手 万一死了 他就不扔炸弹了 小爷 你这个现在跟以前像坏了个日一样 又懂大道理 又能持住气 你这是咋结了 你得秃成了 你知道这个瘸子队长 并不知 你不知 是你 我们说 你不知 你不知 当初炸的咱同贯的中泡真谛 连万子清和马队长 都弄不了的人 我能轻易地弄得了 那这胆子小是胆子小 忙我给你开好了 生事给我结账来 要不你跟黄军说说 把钱给我们就走了 一家老小等你下国来 你闭嘴吧 这黄军带咱不错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你还要干吗呀 你老回什么家呀 回家就过那糟心的日子 在这儿待着挺好 那是因为你没有家 别老说那个 你天天说那个 人家哪天知道 把你家给他买了 我信吗 你咱俩总是说这些废话 你咱俩总是说这些废话 咱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精确地计算过 算上那颗螺丝的磨损度 膨胀度 以及皮带上的那个裂口 应该是在工作 十到十五个小时之间 才会发生的异常情况 而十个小时之后的维修保养 不在我们这个班子里 你真聪明 这边 这边 张贵 麻病记得什么 都治好了 听说你想这场走人 那不是大石说好的吗 我给你这边五十块钱 十块是你的四十三个的 对不 五十 你别想了 队长很赞赏你的意识 你留在这儿吧 不不不不 你那 我带事回去了 你不是说 一家老少 当米杀国 要是 你真的想到 好 好 我们可以 把你的家人一起照顾起来 放心 我们对他们不会怎样的 需要吗 需要 随时找我啊 你 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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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老少 你 这一定是杜拉犹干的 我现在是真后悔我没读过书啊 这后悔是恶读个书 那是个读书人呗 不一样人家读书也是不日本人对着的 你只能当点儿罕奸 这是只是事故 我没关系 这是事故 这是什么事 我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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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德国人 他很怪我 明明天 那两个人 一定会拒绝 更多的警察 那些人的数字 你现在 现在 知识人员 你都不知知识人员 我都不知知识人员 这些人 我都不知知识人员 这些人 我都不知知识人员 你不知知识人员 那些人员 你可能会急 他回来了 财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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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藏 你怎么财回来呀 大伙都等得急死了 就是 小疯啊 又破烂 小疯啊 王小豆 来 喝点水 温哥咋样 真动好着嘞 好人呢 好好着嘞 大伙放心吧 什么时候动手 大伙等得都火烧屁股 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快来 这都 让我告诉大家 下载鬼子的房属和鸭米 一上半会儿 找不到下属的结晖 让大伙不要急 还让大伙儿做好 长期守候的准备 长期是多长时间 十天 一个月 没有十天一个月 能交长期啊 那是多久啊 八年是大 一年也是大 你就等十年也是大 这么长时间 十十年 十年啊 十年啊 我看你是等不到 还有个形情况 这个杜拉勇 压活进柜子机场了 啥 而且还 顾到下一架柜子表的肥鸡 你也没说 你也害不你也害 这可以啊这个 但是啊 那杜拉勇 让鬼子虾饼给弄住了 这 来来来看 杜拉勇 回来了 这一天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自从上次的飞行事故之后 他们要拿出三天时间 对机场回修 其中一天留给我们修发动机 一天时间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除非不吃不睡 你们这帮人疯了 你必须知醒 一天的时间 确实是太紧张了 不过 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的 请放心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答应他们 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亲在难平的好机会吗 你说好机会 相信我 纪录 约人纪 发家纪 扑扯纪 梁华纪 三十六纪座位上纪 这座是 三十六纪 陈火打劫 你 声东击西 这点娘那也算兵法 这个不是锁子兵法 这是后人按照锁子兵法 写出来的三十六计 你再早没跟我说过这些 那早你也没跟我听了 用咱老祖宗的方法治咱 一样得一致一个转 多少计来呢 三十六计 行 从今天起 你每天给我讲一个计 那不得讲一个多用 没问题 今天夏天那一季 勤贼勤劳 最近 对我心思 勤贼勤王 没问题 以后你别管我叫小爷了 改个名 我得叫孙子 孙 时时刻刻地提醒我 这孙子兵法 还有 在这儿 咱就得装孙子 这算三十七级 应该是叫你耸子啊 还是叫你耸子 当然是锁子 那注意啊 锁子 马夫 给我们备凉匹马 马夫 赶紧点 来来来 你出来帮我牵马了 飞机是你弄起来的吗 一猜就知道是你 你说你一个女的孩子佳佳 你老干这事啊 你让我们这帮大老爷们 只能往后丧 我告诉你啊 这离那个守费队长不好对付 你平时别老往这儿瞎跑 我知道 你等 朕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我 你等 我是想问你 在你心里 我跟炸机场 哪个更重些 一定是炸机场 你有主意了 只要是能把机场给炸毁 不管做啥牺牲都是值得的 在我心里 把你 子清还有我打架在一起 跟炸机场比的话 那也是炸机场更重些 这就像当时 你哥拿着枪指着你打脑袋一样 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 让给我行吗 你刚才不还说 有我这样的女娃 让你们这些男娃 都臊得太屁头吗 咋又不服了 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 可这事啊 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干的 每个人的使命不同 我要是真能把机场给炸了 为了守同关 为中条山的将士 为国家完成这件事 就算我死了 我也是笑着你 你也应该为我感到高兴 你赶紧离开这儿 带领你那帮弟兄 去找马队长 找紫青 到战场上去 干点你们能干的事情 这边就交给我了 杜兰云的一席话虽很刺耳 可方震东还是听进去了 甚至他对杜兰云产生了几分敬意 是的 为了炸毁机场保卫同关 谁死都可以 刚才跟杜兰云云你们都说事了 小 孙和泽 孙和泽 咋起了吗 你说句话吧 马夫 杜兰云来了 快快快 马夫 杜兰云来了 快快快 来了 来了 稍等啊 稍等 骑回来了 最后瞧这马一收到汗了 来来来 你不管你不管 来 咋去了吗 你跟郑董你说声啊 没说声 那他不搞笑的 你这样吧 你下次你 你起码你别带那个男的来 差劲了 杜兰云小姐 来了 记得啊 好 这个杜兰云 好像也把他推进了 他怕是真有什么主意对付机场了 你这两天留心听着点 这日本人都说什么 杜兰云跟你说声了 杜兰云跟你说声了 他先让咱走 把这儿留给他 走 咱不能走 再守着他 万一出点啥事 有个照应 做事来 咱不能走 咱们来干什么 这样大的事情 咱们要给个女娃娃做 后生拿人要骚死了 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 同意了你提出来的方案 但是一定要确保安全 为了把你们送进底人的机场 组织可没少费周折 包括同德贡方面的多次协调与沟通 我会在行动之前 考虑好所有技术细节的 在行动开始之前 还需要再次向组织汇报 等组织确认之后 你们再开始行动 你找个地方把它买齐 这是我行动之前 所需要的东西 你找个地方把它买齐 好的 这是你认识的东西吗 我也是陆军中诺学校的协议 是陆军中诺学校的 是陆山长官吗 23岁 205位 4位 是一件事的意見 是否有乱暴的事情 萬個一 集中一下 飛行機的整備 是空軍本部的命令 無法逮捕 停 你所說的 自身的任務 自信が持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 自信が持てない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責任重さは重々感じております ただ失敗が許されないのです 君は考えすぎだ 白身どものであることを捨て 守備の任務につけ 特務機関であるまい もう少し楽にしたまい できません 武士が一度気を許せば それはすなわち命を落とすということです ここは内地ではありません 誰もが敵になり得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す 見たところ君の先行はここから来たようだが よかろうこの勝負の話はもうおしまいでしょう 他にないか ありません ですが 先ほどのことを 軍部に乗装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それはできない もし君は守備の任務を重く思うなら それに目を準備をしたまい まさか空軍本部が君の親の守備隊長に任務を合わせるとでも言うのか やめろ やめろ 貴国人と 君に月山家の方の一振りを送ろう これは閉まっておけ ではな 大佐 空軍との話は有意義ではなかったようです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しかし我々の任務は飛行場を守ること それ以外はどうしてもできません 俺は何もわかっておらんのだ くそなのか 藤本君 はい 君も任務に帰りたまえ 待て やっ くっかい suas しっanic 好 し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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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ん そう それは 是 合了 那全都合了 他心里肯定是有事 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咋去对付他 三十六计 侵贼侵王 我得让他成为 我在这计上的同行者 谁 谁 是床 就这么磕头 我得先跟他成朋友 要再跟他拜拔子 跟他拜拔 说字啊 你这脑袋里咋去吓他 只要成了朋友 我就知道他到底是个杀人 我就知道他咋炸的他重爆真谛 他炸真谛之间他藏在哪儿 这个客派永远不会知道吧 你看这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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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边也挺不容易的 可怜可怜的 别跟他一样 谁说我不高兴啊 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 你说啥 谁说我不高兴了 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 你 你会说中国话呀 陪我走走吧 快 知道我为什么 喜欢你的把刀吗 那是因为 我也有一把和你的把很像 可惜我留在日本了 那是我做忍者的时候用的刀 你三岁被师父抱去当刀客 我五岁被送去当忍者 这忍者 是干啥呢 是 和中国的刀客很像 只是 不为有钱人压镖 而是替有钱人去杀人 这要是在中国啊 应该叫 杀手 也干一些别的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 获取情报 窃取贵重物品 那 那您咋来中国了 当兵可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我们竟然是给五只打刀的家族 有六百年了 现在配刀的人少了 家里的日子不好过了 看来甭管哪个国家的穷人 下场都一样 你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吗 对 在东北待的时间最差五年 五年哪 中间没回过日本 你没回过 没回过 你没成家呀 娶谁呀 你娶妻了吗 穷 吃饭都吃不饱 哪有钱娶媳妇呢 你们中国人太有意思了 没钱人娶无成亲 有钱的人能娶八访太太 我还见过 活人嫁给死人的 你们中国管这叫民魂 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我去年 在同关就看见过 一个女子和一个子群的男人结婚 场面好隆重 所有的人都在街上看热闹 怎么没有看见新郎官啊 新郎官早已死了 这叫 民婚 那 那她八蛋学会了中文 她还去了童馆 那个时候 我们在干涉 在梁战啊 对 满轩跟我鸣婚的时候 咱俩就在梁战 没错 你说这日本鬼子那个时候 就学会中文了 还就已经到了同关了 你说他们在提前多久做准备啊 去挣扎 去磨底心 她说不定还吃过我娘做那肉夹馍呢 就更别提侯宫那几门炮 能找着 能给她炸了 这一点都不奇怪 这把家伙 是与有病而来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说他们跟咱有多的仇啊 花这么多心思 去算计她 你就像我跟万福泰当初 我们两家有仇 我算计她了 我承认 那我爷爷就弄了个商会会长尴尬 还是个名誉的 我们要她命吧 还是因为她事先害了我娘 让我们俩没过上好日子 我才算计她的 那你说咱也没算计日本人她娘 她干嘛回头算计咱呀 害咱呀 还是说她对谁她都这样 她好像是跟谁都这样 当年跟俄国人的打仗 她 她也是这样 这帮王八蛋就是他妈欠干 不打仗他们不输的 行 这回我就让你好好输的输的